好同學那我們現在來介紹 怎麼製作一個鞋子 那首先的話 場景中有一個方塊 這個快捷鍵叫shift Z shift Z就等著按這個 這樣更快 不是Ctrl Z Ctrl 退回 是shift Z 好這樣知道 然後介紹我們選這個之後 先往上移一點 讓它超過地平線 等一下會比較好操作 好那現在開始 一開始我有特別介紹 所有東西都可以擠出 我們還是測試一下 那擠出按Tab鍵 之後你就選點邊面都給它擠出 點是這個 然後按下這個1 快捷鍵是1 就可以擠出了 那我選邊按1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就是選這個邊 如果你再要切換 面也可以擠出 我們分別用點邊面擠出 這次告訴同學有三個層級的 好那現在我要退回去了 再做一次鞋子 現在所有東西都退光了之後呢 第一個操作 我們選這個面 那面的話在這裡 記得這要切喔 然後往上拉 這是腳踝部分 選這個 往前腳掌部分 然後再往前一點 就是腳趾部分 這樣就好 那接下來怎麼調點呢 你要透過右邊這個試圖方塊 用這個來調才會好 通常點這裡 好 那我們現在透過點來調整 同學呢按什麼 Shift Z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透明化 那我們現在選這個點 往下移 選這個點 再往下移 記得喔 如果齁 你是在這個顏色情況下 你選不乾淨 對面的真的選不到 那等於說你要重做囉 所以Shift Z 讓它透明化再開始做 好 那現在我們了解了之後呢 接下來輪到上面 上面 你用手轉是 比較麻煩 最好是按這個 按Z它就會由上面看 你看我現在從上面看 然後這樣圈起來之後 然後再給它做比例 比例是剛好可以讓它打開 你看看有沒有 我們鞋子都是什麼炫頭嗎 那就是這樣調 然後鞋尖呢 很細一點 好 那做完之後呢 看一下它基礎形狀 Shift Z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 在這裡要挖進去 因為你這個鞋子穿不進去 這個怎麼 挖進去呢 然後選這個面 開始選面 同學我們要選一個新指令 第一個指令是擠出 使用率拍定第二個指令呢 叫做內牽面 這個 那快捷鍵是I 這個是I 按E就可以了 一處的 那這個是inset 所以同學呢 點這個按鈕之後 然後 我們現在呢 去拉上它 同學看一下 它會 有一個面會鎖進去 好 然後 然後 當然往下 繼續擠出 那我現在看不到裡面對不對 Shift Z 隨時切換 同學呢 這個把它往下移 移到呢 是凹進去就對了 這樣 那盡量不要歪掉 我再移一次 好 那請同學做到這個進度 那現在往下 shoe的力 好 同學觀察一下 畫面歡迎你 我做第二次喔 同學趕快跟上喔 有同學做完了 就稍等一下 您剛才做完 因為後面那個濕心 內切面那裡 剛才錄到這裡嘛 那我們要提醒同學 shoe的力的話呢 就是線框與著色模式切換 好 那這個知道意思喔 第二個快捷鍵是1 1的話很好用喔 1就擠出來 那還有什麼 還有快捷鍵喔 就是I I就是內切面 好 那現在要開始囉 下一個指令呢就是 同學這個喔 鞋子的細節不足 那怎麼加細節呢 同學看它下面 排名第一是這一個 第二是這一個 第三個是這一個 這個很少用 下面是這個 圈切 那圈切的話呢 它客截鍵喔 就是Ctrl R 因為 同學知道戒指叫Rim Rim 那一圈的話 加Ctrl 就是 圈切 所以我們介紹一下Ctrl R 圈切怎麼用呢 就是要增加細節專用 那同學呢 按一下Ctrl R 你看這裡有加很多圈對不對 那你用按按鈕的也可以 就是不管你是按按鈕 還是用選擇 我們中間先給它一刀 同學看到 這樣一刀 那這裡也加一刀 你看 然後還有側面這裡也要 所以 你看得到的量都加了 橫向一刀 縱向一刀 還有中間這裡補一刀 那這樣子它就加了很多細節 那加細節 我們可以幹嘛呢 可以調點啊 譬如說鞋子 鞋在這裡 你腳穿進去這裡 不是會膨脹嗎 所以就把它點往上拉就好 我們選這個點 然後讓它呢 往上移動 那現在為什麼又跑出這個 因為不小心又點到 記得 你如果在缺帳狀態 你一直點 它就會一直切 退回去 Ctrl R 退回去 趕快切換到移動鍵 那同學呢 不小心看到這個 這個是在加東西 有這個不要按 它會在你的意見表面 可以加方塊 不是這個 我們現在要的是移動 然後點這裡 然後往上拉一點 看到這裡有膨脹的感覺 那這裡也是 好 這樣就增加立體感 然後 側面這裡也可以圈切 請同學呢 再圈切 我們要做出有點斜底的感覺 下面這裡有一圈 那怎麼加一圈呢 就是再圈切一次 破Ctrl R 那我點了不是在這裡嗎 不是 圈切喔 它可以自己對一致 同學按住 往下拖透 看到這被動 我剛才是直接到點 就會動在中間 可是如果你往下拉的話 它就會在底部 那底部的話 它下面就會 支撐住會變得有點斜底的感覺 好 那請同學呢 接下來請試做幾個圈切 我算一下 這裡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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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總共有三個圈切 就是 腳踝側向一個 然後鞋子中間一個 還有腳掌一個 四個圈切 還有腳底板 總共四個圈切 好 那稍微微調一下形狀 讓它更立體 好 那還沒調完呢 我這個調完畫面再給你 那接下來 就是 同學我們鞋子是圓的 怎麼會是方的呢 那你要把它調成圓的 怎麼調 一樣 切到上式圖 然後 用比例鍵 像我這樣圈 可是 根據我們的經驗 這個是不能用的 一定要Shoot Shoot Z 然後用比例呢 拖一下就好 這樣是不是變成圓形 然後這裡也是喔 就是從一個四方形變成一個八角形 然後知道的意思嗎 就這樣 再Shoot Z 這個就是比較好的鞋子 好 請同學呢 先試一下喔 暫時先做到這裡 那這個等一下給那個細分之後就會很像喔 目前還沒有給細分 好 同學呢 那我們現在切到側面這裡喔 因為 這裡不可能這麼直嘛 那你是不是要Shoot Z 同學再複習一下 Shoot Z是什麼 就是線框左手切換 然後 我們就去調這個點 這個點 有點不太恰當 那我們把這裡移到比較斜一點 就是 有點往斜上方移 讓它有立體感 這樣就可以 好 那其他的部位都還好 好 那接著呢 我們現在 按一下 Shift Z 然後呢 把這個鞋子喔 開始學習 我們下一個修改器喔 這個修改器量重要 叫 16GBN高 叫細分修改器 好 那 你不要破壞圓形 同學有聽過 有一個東西喔 圓形的英文叫 Propotype 來 這個叫圓形喔 圓形就是說 你喔 這一個可以去控制 可以去 變成其他很多的形狀 那你這個圓形會保留 譬如說 同學以後你在做角色對不對 那你一個基本角色要有 然後再把它變成 男性女性小孩 那都是由圓形變化過來 不是說你 每一種做一個不是這樣子喔 好那現在這個就是我們鞋子圓形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高跟鞋 變成球鞋 還是變成平鞋 什麼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呢 先離開了 然後把這個鞋子呢 再複製一隻 複製再複習一下喔 複製呢 叫做 複製有兩種啊 通常稍微記一下喔 Ctrl D跟Shift D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假設我選這個 按壓Shift D就會多一個出來喔 有兩種 通常先記這個Shift D 那這個就等於複製 那複製之後呢 請同學呢 再指定方向 指定什麼方向 看你要往哪邊走啊 那我們現在 上次有學過Shift D之後 那我要這裡再多一隻 按往Y走 Y是這邊嘛 好 這個比較大的呢 請同學呢 幫他加入到細分修改器 那修改器都在哪裡 修改器全部都在板手裡面 這裡 那板手裡面有個 列入下修改器 我們要找的叫 細分表面 簡稱細分修改器 按一下 按這邊這樣 可是 這個面數夠嗎 還不夠喔 你可以加到兩次 那就更細了 可是它是有那種 柯面的感覺啊 沒關係 然後按右鍵 最後一個動作就是 有著色文化 等喔 所以你自己想啊 你拿一個 一般的建模軟體 要做到就是要做半天 可是 這個就叫做某類 Sunkinbase啊 Maya 還有Brander 這三種軟體喔 它都有這種功能 我現在做的東西喔 你到其他 我剛才講的那幾十個 幾個那個 建模程式都是一樣的 做法 我跟你保證一模一樣 只是 指令稍微不同 按鈕稍微不同 可是你都做得出來 好 請同學試試看喔 做出這個鞋子 你給大家把它調到更精緻一點 現在畫面 給我 我